你信不信,钱是有能量的 以下关于钱的这五句话 你早看早翻身 一,无论丢了多少钱 哪怕是一分钱 也要尊重和珍惜 二,不要赌博 你永远也赢不过庄稼 三,钱是有吸引力的 永远不要说自己穷 四,亏欺百财不入 爱欺风生水起 五,大数据是不会乱推的 当你刷到这条视频 说明2024年 你的财运就要来了 留下一句招财进宝 让我们一起走向财富 泄露一个天机给你 如果掌握了这个技巧 四面八方的金钱 便会源源不断流向你 有理论,有实操 如果你能耐心看完 将来你会财运滚滚 所以请放下手头的事 仔细地聆听 我们都知道 金钱是你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 无法逃避的一个东西 绝大多数人 一生都在为钱财奔波 即便受尽各种痛苦 却赚不到理想的财富 所以人们把很多痛苦 直接归结于墨前 我们都有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我越想赚钱 越赚不到钱 但有时候 我无意之间做了见识 却赚到了意想不到的钱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 钱和水是很像的两个东西 它们的性质 都最接近世界的本质 水没有固定的形状 无论被放在哪里 都能融入对方 滋润对方 哪里的草木最干涸 它就流向哪里 它可以滋养万物 却能做到无我 钱和水一样 都有三种特性 一 流动性 钱从一个地方 流到另一个地方 从一个口袋 奔向另一个口袋 从不执着于 拥有它的主人 钱只有流动 才有价值 永远不动的钱 和永远不流的水一样 不存在任何价值 二 利他性 水能帮助生命生长 钱也带着帮助 他人的使命而来 所以 谁最真正的需要它 它就流向水 它时刻都在那里 总是被最懂它 最需要的人看见 三 创造性 水生万物 钱也可以生万物 世间的一切高楼大厦 科学技术 一切有形的东西 都是钱创造的 钱也能创造无形的东西 比如幸福 快乐 满足 地位 权力 也有算计 痛苦 争道 厮杀 毁灭等等 掌握钱的这三种特性 你会很容易赚到钱 但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 挑水非常辛苦 但得到的并不多 更有效的方法 是想办法让水自然流向你 钱也是这样 钱根本不是赚来的 而是你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后 别人自然给你的回报 你能帮多少人 就有多少人给你钱 你能解决多大的问题 就能得到多少钱 那些从不考虑别人 一心只想赚钱的人 越赚不到钱 因为他们眼里只看到了钱 没有去想 怎么能给别人带来价值 这样怎么可能赚到钱呢 这就像去挑水一样 虽然眼里看的全是水 但从没有想 怎么让水流向自己 圣人曰 君子爱财 是人皆爱财 然而一心求财 却不知道财从何来 其实 钱财是这个世上 最有灵性的东西 你越懂它 它就会越接近你 古人讲的 钱是八条腿 人是两条腿 人是两条腿 这个容易理解 钱是八条腿 应该是从前的繁体字形看出来的 人两条腿 要追钱很困难 钱八条腿 要追人很容易 当你有福报时 钱就会来追你 那么财富到底来自哪里呢 佛家讲 财富来源于福报 而福报来源于利益众生 很多人认为 钱是自己赚来的 其实三分是努力 七分是福报 古人云 有福之人不用忙 无福之人跑断肠 当你福报具足 生活便会顺心如意 财富也会水到渠成 而缺少福报时 便事事不能如愿 辛苦赚钱 却收入微薄 正所谓到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大千世界是由到衍生的 谁能抓住这个无形的道 谁就拥有了一切 世界上有两种东西 最接近道的品质 第一个是水 第二个是钱 金木水火土中的水 就代表财 因为这两个东西的品质 最接近 并且最符合道 所谓大道无形 谁也是这样 它欲弃成形 无论被放在哪里 都能融入对方 滋润对方 它哪儿低洼 就往哪里去 哪里的草木最干渴 它就流向哪里 它可以利润万物 却能做到无我 钱也这样 它从一个地方 流到另一个地方 从一个口袋 奔向另一个口袋 从不执着于 拥有它的主人 谁最值得拥有它 谁最真正的需要它 它就流向谁 它时刻都在那里 总是被最懂它 最需要的人看见 从前有一个人 因为前世积累了大量福报 今生投胎为太子 地位尊贵 受人敬仰 另一个人 前世贪婪吝啬 今生沦为乞丐 整日在街头乞讨 太子今生 还是一样乐善好施 将皇宫的钱财宝物 都施舍给穷苦百姓 国王实在看不下去了 一怒之下将太子赶出王宫 太子流落街头 遇到了乞丐 两个人成为好朋友 结伴而行 在一个附近的国家 国王突然去世 没有留下可以继承王位的子嗣 于是大臣们决定 找到一位福德身后的人 继承王位 有一天太子和乞丐流浪至此 太子走累了 就躺在树下休息 乞丐则出去乞讨了 正巧 皇宫的侍卫 看到了在树下酣睡的太子 并发现了奇景 不管太阳如何移动 大树的影子始终为太子遮挡阳光 大家都感到十分震惊 觉得太子就是一位福德身后之人 于是他们叫醒太子 迎请他做了国王 太子当了国王之后 心里一直惦记着他的乞丐朋友 于是命人做了好几张饼 其中一张饼里加了黄金 送到乞丐手里 乞丐拿过饼 一张张颠凉 他以为中的那张是莫熟 顺手就扔掉了 太子福报身后 虽然失去了在自己国家的王位 但是继承了邻国的王位 而乞丐 钱是没有积福 这一生即使拿到黄金 也无福享用 财富来源于不失 贫穷则源于吝啬 富贵之人 之所以富贵 在于有颗富贵的心 人最大的贫穷 就是内心的贫穷 内心贫穷是说自己不想付出 只想索取 这样的人很难富贵起来 聊斋志义中记载了一个叫王成的故事 王成是个落魄子弟 生性懒惰 不善经营 因此家中一贫如喜 按道理这样的人 尚无掌辈提携 下无亲朋帮衬 发达是不可能的事 但命运的转机就在一念之间 原来 王成有个习惯 喜欢在村子里的一处费园闲逛 这天他照就在费园休息 意外在草丛中 捡到一只金钗 没过多久 一位老太太前来寻差 王成虽然家穷 但为人诚实 三言两语间 便把金钗物归原主 老太太感慨 王成的品性 有心报答 在得知他家中近况后 给他买米买菜 甚至还拿出四十两银子 让他做生意 在这样一场机缘下 王成虽然偶经波折 但最终 却也置下三百亩良田 生活富裕 家业兴旺 诚实厚道的人 看似在吃亏 但从长远来讲 却是积福之道 著名的吸引力法则 告诉我们 钱不是向外求 而是要从内修 你拼命在外面寻找钱 内心就是匮乏的 内心就是匮乏的 这个负能量 会让钱离你远去 而当你怀着赤诚厚道之心时 你的内心就是圆满的状态 这个正能量自然会将钱 和贵人吸引而来 可见 你之所以求财不得 是因为德性不够 这就是佛家讲的 本性具足 何须外求 《红楼梦》里 精于算计的王熙凤 银钱上一丝不计 他将客扣下的月钱 用来放债 又收受贿赂 四处捞油水 管家多年 赚下不少家财 而他的心思与算计 也被旁人所不耻 终于一朝贾府倒 万贯家财 却连他的命都保不了 古人说 道生万物 其实钱也是如此 钱可以带来幸福 名声 地位甚至是满足 但他的反噬力也很强 能产生算计 痛苦 厮杀 甚至是灾祸 所以 有德才有财 一个保持善良 懂得感恩的人 才能留住长久的财富 正所谓 人纵有冲天之志 非运不可自通 这个运 就是你内在的德 德够了 财来了就是福 德不够 财来了就是货 让自己值钱 比赚钱更重要 古德讲 钱是三分靠努力 七分靠福报 努力让自己值钱 远比赚钱更重要 俗话说 一是人之威 钱是人之胆 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要依赖金钱而生活 钱财 是日常生活的底气 也是历史修心的工具 然而 有人终日追逐 时时算计 仍穷困潦倒 而有人不慎看重 待之如常 却富贵临门 正所谓 万物皆有灵 钱也如此 是有灵性的 会自动流向 能驾驭他的人 钱是有灵性的 你相信吗 他会主动为自己寻找 更合适的主人 好的金钱关系 与自身能量有关 与个人的状态有关 因此 我们的个人状态 能够吸引金钱和富足 有缘人 接下来 我将与你一起探讨 金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 学会对照 再来修正自己 与金钱一起对接 一 有大爱和喜欢给予的人 有福之人 有容乃大 心态的平和 愿意助人的人 更有接受 容纳恩赐的福气 凡是给予不失的人 都是高能量的人 欢喜不失 越不失 财富越多 你不停地给 高高兴兴地给 重复这个动作 宇宙会把能量不及你 因为你的能量流动 同样是为了爱而流动出来 那么 你就会有 越来越有 因为你遵循了这个道的法则 二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感恩是最大的财富通道 感恩可以瞬间带动爱 而爱比金钱的能量还要大 于是 你当下必然收获 因为感恩 代表了你知足 你觉得丰富 人只要觉得满满的 幸福的 就会吸引外在的富足 人感恩什么 什么就来得越多 感恩爱你的人 也感恩金钱 感恩一切属于你 或不属于你的 都是在丰盛你的内外世界 三 一个喜悦敞开的人 喜悦和敞开 就是富足的能量 喜欢和敞开 代表了更大财富容量 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有无数个财库 要学会打开财库 而不是紧缩着自己 为什么 有的人只有一个入口 因为他只相信 上班这一个渠道 有的人 有很多的财富通道 不一定是有很多事业 但一定是有很这样的吸引爱的能力 他其他方面也会开花 他频率开放 达到一种圆融接收各方能量的状态 就会有很多特殊的财富管道 打开自己 不要害怕 钱会从四面八方来 从你热爱的地方来 你会收获更多 四 简单专注的人 简单 专注 就会望念少 消耗少 能量满满 如蔡志忠先生 几十年专注漫画 俗是能有一番成就的人 无不是专注力非常强大的人 而不是什么事都要去做的人 一个人极度简单和专注的时候 就是把所有能量都聚焦在了一起 五 真正爱自己的人 如何做到爱自己 有什么方法 在行为上去爱 做自己喜欢的事 尊重自己的选择 找到自己的风格 倾听内心的需要 做一切 能取悦自己的事情 活出自己来 接纳自己的状态 只有全部接纳 才有一种强大的力量 遇见什么都不伤害自己 给自己时间恢复 对自己有标准和要求 正知正念的要求 爱不是放纵 而是自爱 自我激励 学会用语言和信念的力量 滋养自己 信任自己 你知道吗 穷人之所以穷 是因为他走了一条穷道 富人之所以富 是因为他走了富道 一共有四条道 这四条道 决定了你是穷人 还是富人 如果说你搞不懂这四条道 你永远会在穷人堆里打转 哪怕你今天赚到钱了 一会又回去变成穷人了 有些人明明已经变成千万富豪了 没混两年又回去了 就是因为他没有整清楚这四道 如果你知道这四道是什么 你会发现你这辈子可以永立于不败之地 永远可以成为富人 第一道 赚钱之道 这世上一切赚钱的烦恼 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 你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帮助 钱不是赚来的 而是在你解决了别人的问题以后 获得的回报 你能帮到多少人 就会获得多少财富 所以 钱的背后是人心 人心的背后 就是德 当你墨钱时 先把勤奋舍出去 机会就来了 这就是天道酬勤 当你机会来时 把诚信舍出去 钱就来了 这就是以诚为本 当你有钱了 再把慷慨舍出去 人就来了 这就是散财巨人 当你有人了 再把爱舍出去 失业就来了 这就是厚德载物 当你失业来了 再把智慧舍出去 喜悦就来了 这就是德行天下 钱是有灵性的 他的到来都有因缘 你的福德有多厚 你就能承载多大的财富 第二道 花钱之道 听懂四个字 你就已经醒了 花钱是大学问 钱到底是越花越多 还是越省越多 有人说穷人越省越穷 富人越花越富 这个观点 我不敢计同 但有一点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三种钱 无论你当下是穷人 还是富人 都是越花越富贵 越花越有福 能刷到这个视频的 说明您是有福报的 第一 孝顺父母的钱 越花越富贵 父母是我们人生第一富田 是我们的在世佛 你花在父母身上的钱 都会转化为你的福报 哪怕你现在是负债 该孝顺父母的 还是要量力付出 父母是你的靠山 为父母花钱 福报会迅速增长 孝顺孝顺 孝了你才顺 第二 行善不失的钱 越花越富贵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 不失的富贵 第三 投资自己学习的钱 预示着时来运转 看懂的朋友 最后留下一句 好运连连 保你时来运转 第三道 思维之道 叫负面思维和正面思维 负面吸引负面 正面吸引正面 关于钱 所有负能量的认知 比如 钱要花在刀刃上 男人有钱就变坏 钱要省着点花 赚钱哪有那么容易呀 钱花了就没了呀 你知道这几句话 害了多少人吗 一个女人天天想 男人有钱就变坏了 她潜意识里 都不想让她老公有钱 她老公怎么可能有钱 一个男人 如果不能找一个忘夫的女人 这个男人再怎么努力 都没有用 你相信吗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很多的农村的这些农民伯伯 农民阿姨 没有钱的时候 身体贝儿棒 挺硬朗 只要一有钱 马上就开始开刀做手术了 还记得那个信念吗 钱要花在刀刃上 既然钱要花在刀刃上 他没有钱 那就磨刀刃儿嘛 结果一有钱以后 是不是就去医院开刀了 把钱全给医院了 请你告诉我 这是不是今天的社会现状 而富人认为钱是能量 越花越有 所以就进入了第四道 能量之道 学习思维 这是表面 只是把你思维改变了 而最重要的是要提升你的能量 这个世界是由能量组成的 物质的背后是能量 那既然都是用能量构成的 低频的能量就显化低频的物质 显化低频的人合适 高频的能量就显化高频的物质 跟高频的人合适 这句话你听懂了吗 能量它看不到 摸不着 但是它存在 我想告诉你 人比到最后 比的真的不是能力 真的比的是能量 如果讲能量 你听不懂的话 咱就用一个 你们能够感受到的词儿来表达 运气就是一种能量 为什么同样努力的两个人 之所以有的人能够成功 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努力 努力只是成功的前提和底线 更多的是归功于良好的运气 你要逐渐领 你要逐渐领悟到运势的重要性 明白这才是真正的干活 你的能量高了 你的运势就好 运势好什么都好 运势不好 什么都不好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大多数人一会儿很开心 一会儿很伤心 一会儿很有勇气 一会儿很恐惧 大多数的能量人生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生是起伏不定的 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说 我们脑袋里如果每天想负面的 就会吸引更多负面的人和事 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是我们脑袋里如果每天想正面的 就会吸引更多正面的人和事 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告诉你一个秘密 钱是一种能量载体 它的流动会产生不同的能量场 你应该知道 能量是从高往低流动 越是能量低的时候 越要警惕 且以外物显化的形式诱惑你 比如疯狂消费 它通过服装 包具 饰品 美食等外在 构建一个虚幻的能量场 吸引你进入 当你陷入这个能量场的漩涡时 你需要维持这种快乐 就需要不停地消费 更大额地消费 小刺激已经产生不了快乐 兴奋欲值被拉升了 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 莫从前那么快乐的原因 一个人处于能量低迷期 需要的不是拉升能量 而是宇宙提醒你该休息了 万物皆有时 春去秋来 即使滚烫如太阳 也要落山 你看一辆车开了那么久 你知道要送去保养一下 人生亦如此 能量低就是你需要保养的时候 是心出了问题 它无法再把能量从心里输送出来 你需要静下来保养一下心 这心理杂念太多 你需要清理一下 因为你的心态决定了你对金钱的处理方式时 当你只注视账号数字时 它很容易控制你的情绪 你要关注的不是财富的多少 而是你如何看待金钱 如何对待自己 只有提升自己的能量状态 你才能吸引更高能量的财富 你怎么理解钱 钱就以你理解的方式遇见你 所以如何与钱相处 就是如何与自己相处 只有真正理解自己 才能领会财富的真谛 你的心会决定金钱的流向 请真实内心提升能量 你就能成为掌控生活的舵手 接下来 我要和你分享一天能帮助你 提升财富能量的高维能量文 希望你用几分钟时间 跟随读读这篇金钱能量文 为自己以及身边人祈求财运 传播正能量 如果你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读读 那么也可以反复认真聆听 在心中默念 好了 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是金钱的西铁石 金钱从四面八方涌向我 我越开心越有钱 我越感恩越有钱 金钱是来服务我的 我更享受金钱带给我的物质丰盛 我是财富 财富是我 我和财富本是一体 我珍惜我的每一分钱 我喜欢源源不断的进账 我越进账 我越开心喜悦 我越开心喜悦我越进账 我是富足的 我值得拥有财富自由 时间自由 我值得拥有宇宙 给我一切美好的礼物 我敞开怀抱接受 我接受宇宙 给我所有一切礼物 我爱宇宙 宇宙也爱我 一切事情发生 都是来祝福和成就我的 我很完美 我很感恩 我很有福气 我很幸运 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 都是好事 我爱我自己 我爱每一个人 每个人都爱我 我喜欢自己 喜欢大家 我让爱散满我所在的地球 我每天都是好心情 每天都有贵人相助 人的一生中 遇到贵人不容易 我们都想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里不开钱 所以我们努力 拼搏 奋斗 希望能够多赚点钱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钱容易赚 只要你肯努力 就会有钱赚 只是多少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想要发财 就没那么容易了 你需要努力 坚持 最重要的是 做好自己 一个人发财之前 需要失去五样东西 这五样东西 大部分人身上都有 所以 大部分人都发不了财 如果你想发财 就要先失去这五样东西 一 失去爆脾气 强者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本事不大 脾气就不要太大 否则你会很麻烦 想发财 多半没可能 一个人想要发财 先要失去爆脾气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果你连自己的情绪 都控制不好 你又如何掌控你整个人生 真正的强者 往往都戒掉了情绪 懂得隐忍 不会轻易动怒发脾气 隐忍是为了积蓄力量 强大自己 叙事待发 绝地反击 二 失去依靠 强者独立 一切靠自己 人活着 只有学会独立 一切靠自己 才有可能发财致富 当然 你可以寻求别人的帮助 但绝不能依赖别人 否则 你永远都发不了财 你不努力 靠谁都没用 你不优秀 求谁都一样 你要知道 真正的强者 都是无依无靠的 他们独立 坚强 勇敢 无所畏惧 通往财富的道路上 你唯有变得足够强大 你才能打开财富的宝箱 获取你想要的财富 三 失去抱怨 强者积极乐观 迎难而上 在生活面前 没有谁是容易的 面对生活 有的人选择了抱怨 结果越过越苦 而有的人 迎难而上 积极乐观 生活越来越好 如果你想发财 你就不能再抱怨生活了 这只会让你的心态和处境 变得越来越糟糕 只会让你离发财致富的道路 越来越远 不过当你失去抱怨 积极地面对生活 不具困难 不具挑战 你会发现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财富也在路上等着你 四 失去鲁莽 强者稳重 三思而行 财富是靠积累来的 容不得半点马虎 只要稍不留神 财富就会从你指缝中溜走 人若想发财致富 就不能鲁莽 鲁莽只会坏事 只会将本拥有的一手好牌 打得稀巴烂 做人要稳重 三思而行 如此 方能成大事 发大财 稳中前进 稳中发展 用时间来积累财富 这才是发财致富的可取之道 图快 取巧 也许可以发财 但很难长久 终会打回原形 五 失去倾诉欲 强者自我治疗 默默前行 这个世界 每个人心里都有苦 都有痛 你向别人倾诉 得到的不是同情 就是多了几个看你笑话的人 真正的强者 早已失去了倾诉欲 他们心里不是没有苦 没有痛 而是学会了自我治疗 以更好的姿态 默默前行 通往财富的路上 我们要吃很多苦 要受不少累 我们唯有变得更能吃苦 更能抗 才可能到达财富的彼岸 摘取丰厚的硕果 发财致富 几乎每个人都想 但你要知道 财富不是一蹴而就的 如果你想要发财 你先要做好自己 失去暴脾气 失去依靠 失去抱怨 失去鲁莽 失去倾诉欲 变得足够强大 财富自然会向你走来 做人要明白 人追钱 永远发不了财 让钱追人 迟早都会发财 所以我们唯有努力 优秀自己 强大身心 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 财富自然会与你相遇 财神经上记载 财神爷是头戴金来 身穿银 富甲天下 怀中还抱了一个聚宝盆 有财专师有得人 没有得的人 得不到财神爷保佑 小财靠努力 大财靠福报 财富来源于不失 获得财富的根本在于不失 至于怎么推广自己的产品与服务 开发客户 还是投资技巧 那是属于数的层面 虽然这些都很重要 但是我们即使积累再多的知识 都是逃不过因果 我们要收获苹果的果实 就要剥下苹果的种子 这是正因 阳光 水分 土壤只是住原 财富的种子是财不失 财不失又分为内财不失和外财不失 内财不失就是我们付出体力 劳力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外财不失就是用我们的财富物质 去利益众生 不管是内财不失还是外财不失 发心利益众生才是关键 财富来源于施舍 施舍出去的钱 绝对不会亏的 果实永远多于种下去的种子 很多富豪都有施舍的习惯 这是他们历生历世带来的习气 正是这种习气 让他们乐于施舍 故有今世大富之报 此事的施舍 又让他们未来得大福报 施舍的福报不一定要等到下一生 很多是马上就有见到回报的 施舍时的心态也很重要 以欢喜心施舍出去的财富 回报的财富也是让你快乐的 而以不高兴的态度施舍出去的财富 回报的也仅是财富 这些财富不能给你带来快乐 施舍必然产生福报 可是福报的大小 不是我们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 它受到下列三个要素的影响 一 施舍的东西 东西越难得越贵重 所产生的福越大 施舍可分为施舍财物 施舍真理和解除恐惧烦恼等三重 其中以传播真理的福最大 不失金钱财物 来生可以得富贵 传播真理来生可以得智慧 解除众生的困难恐惧 忧虑 紧张和烦恼 使他们得到平安和快乐 例如陪胆小的人走黑路 来生可以得到健康 然而钓鱼竿 农药 杀虫剂 刀枪 不清静的东西或食物等 不可以不失 二 施舍时的心地 心地越清静 则福大 不失希望回报 则得福少 为了名利而施舍 则福报小 不失时为人所知 得福小 不失时不为果报 且不为人知 则福报大 三 接受施舍的对象 对方的智慧 品得越好 则施舍的福报就越大 不失圣贤一钱 胜过不失凡夫千万钱 所以佛经上把产生福报的人叫做福田 好的福田通常有三种 一 恩田 对我们有恩的人 如父母 师长 二 悲田 使我们产生怜悯心的人 如饥渴 穷人 病困的人 救人危急 功德很大 三 敬田 有智慧 有道德的圣贤 佛门三宝 如得道的高僧等 福报就是财物 心地和对象这三者的成绩 一般人施舍讲究财物和对象 菩萨的施舍则不分对象 而特别讲究清静心 平等心 因为心不平等 不清静就有烦恼 而且这三个因素中 心是我们可以做主的 只要心地无限清静 福报就无量无边了 这里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不要学偏了 学歪了 不要被骗财骗色 后功可以补前过 前功不可补后过 又说 终身行善 一时得亏 犹如经年打柴一日烧 借化未无 人必须要有福报 有福德的人 赚来的钱 什么人也偷不走 没有福德 即使很会赚钱 什么也保不住 人的福德不同 看到外面的境界也不一样 古训言 利荣明不如重隐德 创造好的荣誉 高的地位 不如培植阴德 如圆了凡的改变命运 不就是由积阴德而来的吗 所以要改变命运 就看你如何积阴德了 世间唯有广做阴德 可以挽回定数 但做阴德的机缘 也不易德 不如选择放生 因为放生随时地皆可去做 吉神幼之 福禄随之 持续放生者 受天地一切神仙赞叹护佑 必然有求必应 请智慧地放生 不要盲目愚昧地放生 这里不再赘述 可以查看我往期的影片 掌握正确的方法 富贵之家须明了 万能的是金钱 万恶的也是金钱 用之于正 是自造福基 用之于邪 是自作孽障 善用金钱者福禄寿齐全 勿用金钱者家业破败 道德问题 天下最大 我们要对钱财建立起一个正确的观念 对钱财不必过度贪值 更不能为了钱财而丧失道德 钱财与道德相比 道德更重要 因为道德是钱财的根本 利他是福报的源泉 如果我们能孝顺父母 宽厚待人 远离银色 多基因德 坚韧不拔 凡事多为别人着想 把利他当作为人处事的原则 我们一定能获得巨大的福报 成就伟大的事业 不要愁富愁贵 人家是积了大福报来的 你生生世世 不积因德与福德 不修心 何来富贵 运去金城铁 时来铁是金 时节因缘具足 做什么事情 都是一帆风顺 时节因缘过去了 做任何事情都不顺利 因此 平时要广修福德与智慧 福慧具足 做任何事都容易成就 智慧是一种能量 而且是高级的 看不现的能量 一个人能力大小 其关键作用的是他的智慧 这就是伟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 摄受力 他们的内心 蕴藏着无穷的智慧 他们心念一动 就会调动大量的能量 来帮助自己 完成所要完成的事业 智慧能量 需要我们从须集静独找 从天地吸取 一个静不下来 须不下来的人 是不可能有什么大智慧的 所谓须怀弱骨 就是形容 能够含脸能量的样子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一个人拥有的能量大小 是和他的心量完全成正比的 他的心量有多大 他吸取的能量就有多大 能量越大 能力就越强 仁慈博爱者心胸宽阔 故能福禄丰厚且悠长 对诸事情都表现出宽宏大度的气魄 浅薄无知者心胸狭窄 故福禄微薄而且短浅 对诸事接线短视尽力的样子 天赐之福 掀开其会 还有句大家都不陌生的俗语 福至心灵 获来神魅 一个人的福报要来之前 他的智慧一定会慢慢打开 有人可能会想不通 智慧跟福报是两码事 打开智慧跟福报有什么关系 很简单 只有智慧开了 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福人 生活要节俭 不浪费 要惜福 纵有大福报 也只享受一点点 其他统统分给大众共享 你的福报越来越大 永远想不完 我的福报给人想 人家有福报我不要拿它的 我只有付出 奉献 没有求取 心才清净 才相应 真这样做 福报越来越大 所用之物 皆要珍惜 物尽其用 不要浪费 用任何东西都要珍爱它 不要倾贱它 这就是西福 西福不只是省下那一点东西 也不是你买不起 而是一种生活态度 这种态度决定你有没有资格享受福报 福 有应想的福和不应想的福 应想的福 是自己工作所得来的代价 能够住好房子 穿好衣服 吃好东西 坐好汽车 可以享受一番 可是 要知道 想完之后 就消福了 而在福报的银行 就没有存款了 不应想的福 就是在本分之外求享受 有侥幸得来的福 好像强盗 抢人家的钱 自己享受 这是不讲道理的享受 必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福报银行的户头 就透支了 应想的福 想完之后 就报销了福 何况不应想的福 硬要勉强享受 这不但消福 而且还要亏本 因为这种关系 福不可享尽 享尽就没有福了 苦可受尽 受尽则没有苦 我们做人要明白这种道理 在困难的环境中 欢喜接受逆境 这样便无怨恨 也没有不满现实的心 在作祟 人生衣食财路 皆有定数 当留有余不尽之意 故节约不贪 则可言受 奢侈过求 受尽则中 为献报舔之人得好守也 人的福报有限 能节约不贪住 就可以言受 如果过分奢侈 福报享尽了 必定福尽而死 一茶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 一丝一缕 横念物力为奸 造福莫如惜福 不但自己惜福 还要教育子女 学生惜福 为他们而惜福 我们更要知道 在生活中多积福 广积福 少漏福 多一点感恩之心 在一切值得感恩 与不值得感恩的地方 发现感恩的地方 这样 天地万物 都会眷顾你 对你恩宠有加 让你逢兄化吉 处处眷顾着你 司马光家训里面 说基金 以以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 基书以以子孙 子孙未必能读 不如基因得于明明之中 以为子孙长久之计 意思是 别墅财产留给子孙 他们未必能守住 把书给他们 他们也未必能读 不如不失行善 多基因得 子孙才能长久地 受到我们护佑 这是真智慧 厚德才能载悟 而且看到厚我们 就想到大地之德 效法天地之德 厚德载悟 就表示大地的浑厚 厚德需要不断积累 通过自己人生 所遇到的每件事 来培植自己的厚德 得日进 过日少 这样才能载悟 自己的得欲厚 对家庭 对社会的贡献欲大 我们在生活中 可以看到 凡是作风正派 一身正气的人 内心清净无染 渗水自然充足 记忆力和思维能力 就比较强 工作学习 就容易做出成绩 社会地位比较尊贵 正如古人说的 贵格 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相反 心里会暗 纵欲邪淫 又经常泄精的人 记忆力和思维能力 都会下降 做事情丢三落四 考虑问题不全面 久之身体衰败 向游新生 容貌也跟着猥琐 晦暗 使人看到后心生厌烦 工作和学习 很难做出成绩 社会地位比较低下 就是古人所说的 间隔 讲的就是 下贱卑微的地位 谢经会导致 人体能量大量丧失 生机阳气 而人的种种活动 都是靠着阳气来驱动 阳气族的人 精力充沛 行动力强 做事情一诺千金 雷厉风行 成就一番事业 阳气弱的人 萎靡不振 做事畏畏缩缩 气虚胆怯 没有勇气 缺乏行动力 最终一事无成 古人说 有一分精神 便有一分事业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古人说 心地清净者 贵格之相也 所谓贵格 就是在社会上有地位 受人尊敬 心地清净光明的人 绝不会乱搞男女关系 婚外恋 同性恋 邪淫纵欲之类的坏事 所以 夫妻恩爱和睦 家庭幸福美满 事业富贵双全 子孙后代昌盛 滥用欲望 必然损人贵气 邪淫纵欲太过的男人 明显的没有自信 被人看不起 精神萎靡不振 严重损害事业 财运 婚姻 家庭等 好色纵欲邪淫毁音质 他会摧毁一个人的精气神 让人变得唯唯诺诺 唯唯索索 怕这怕呢 不敢争取 这样的人 怎样在社会上立足 怎样去交际 怎样去打拼 只能背首穷炉 这是非常要命的 也是非常可怕的 肾主骨生髓 肾气通于脑气 肾经充足 脑力才能充沛 智力才会高 犹太人对于男女性欲的禁忌 是非常严格的 这种民族性格造就了犹太人的良性遗传 心神清静 就会肾气充足 脑力充沛 而智力超群 自然在各个领域都会做出超群的成就 可见一个人的贵贱 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心神清静光明 身体自然元气充沛 事业成功 家庭幸福 所谓富贵人格 反之 如果心神肮脏晦暗 肾经元气亏好 身体萎靡不振 事业也很难成功 家庭波折重重 即是贫贱的表现 人生在世 需要有福报支撑 本该发达的 因为邪淫 一生贫贱 贫贱夫妻是事爱 本该显赫的 因为邪淫却阴差阳错 注定黯淡无光 智力和决心是健康和事业的根本 一个人要身体健康事业成功 必须有这两样无形资产 很多人在年轻时 具备这两样资产 但挥霍掉了 所以他们人生的后半段 过得非常痛苦 年轻时越纵欲 年老时越痛苦 古书中讲 两眼无神 眼下清淤 眼圈发黑 中医任味 甘开窍于目 甘肾同源 肾气不足 肾水便不能滋养甘目 两眼便无神 眼圈发黑 肾气充足的人 眼睛清澈明亮 意义有神 一般脑子里 经常想一些乌七八糟男女色情 纵欲无度的人 眼睛往往很浑浊 两只眼睛像喝醉酒一样 有礼而没有定力 这在相书上称为桃花眼 代表好色 一辈子下贱 命不好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世间人不费一分钱 不出一点力 只要能知道借银指色 就能得到如下善果或善报 一者 具足至高之德行 二者 向无穷之安乐 三者 给子孙后代 留下无穷之福音 四者 使自己来生得真良之眷属 世人终日辛勤 以求养家糊口的资财受用 怎奈许多人往昔没有积聚福德 纵日夜劳作不息 仍贫穷困顿 饱受穷困痛苦的煎熬 殊不知心秦如山 不如积福如火星 富了失 失了富 百金财富 必是百金人物 千金财富 必定是千金人物 一切财富福报的根源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心量和德性 有缘人 感谢你看到最后 如果今天的影片 对你有所帮助 请按个赞给我响应 回复一句 积德行善才门开 我祝你财源滚滚 金玉满堂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 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 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 随缘加入会员 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